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共鳴行動影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也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深度的報導跟討論 讓獨立媒體可以真正的獨立 我想關注我們的節目的朋友應該很清楚 知道我們一直在討論的主題之一 就是所謂的城市發展城市變遷 在過去的數百期當中 我們應該討論好幾次跟破千 或者是像高價化 回應一下對應一下在台灣的一些 所謂的城市發展的樣貌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討論的 是教授 胡志倫 胡老師 胡老師你好 光老師好 我覺得其實也蠻羨慕您在很多 不同的城市任教 也看到很多不同城市的發展的樣貌 我們先來談一下這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中文書名 在台灣的現在中文書名都弄得非常的長 叫做 是跟城市當代都市的斷裂 凝訪與公共空間的消失 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本書是在1992年的 美國發表的著作 不過在今年2024年的時候 在台灣才這個正式有這個繁體中文版 那請您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本書的作者群 是一群什麼樣的背景的這些寫作者 那當時在1992年的時候 美國的城市發展 它面臨到什麼樣的一些問題呢 嗯好 最近那個在社群媒體上有一個梗 叫做那個一時之選 我們這本書的作者群 其實也是真的是一時之選 那當他們主要是美國非常有名的一些 跟都市研究 都市規劃 都市設計相關的一些學者 那譬如說最有名的這個 Mike Davis 就是美國非常有名的一個作家 另外還有 目前在加州大學 博客分校任教 那專注於這個研究日常地景的 Mark Crawford老師 那也是已經過世的這個 他是美國這個研究精神化 最重要的一個學者 也是最早提出這個概念 的這個學者之一 那另外還有研究這個後現代空間的 UCLA的教授 也已經過世了 等等 這些在90年代出席的時候 都是剛開始斬鬥頭角的一些學者 可是後來一個一個都變成 我們這個領域的裡面的一些大師 所以當時是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本書的這個出版 那美國的那個時候的城市發展 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而這些未來成為大師 就是現在的一個大師的學者 他們才會想要去特別把這些東西 是提出來的 是 對這本書在出版的時候 就是90年代 初期的時候 其實當時 美國的城市正在面臨一個 又新的一波的這種轉變 那這個城市轉變 其實就是一波一波不斷的來 那剛好在90年代初期 八年代末期剛好有一個我覺得 非常特別的一個轉變 那比如說我覺得有幾點 第一點是美國長期在 比如說六年代七年代 那種城市郊區化 造成這個城市中心的這種空洞化 那麼來到1990年代的時候 這些閒置或者是低度開發的土地 對很多這種開發商來講 反而就開始有一種誘因 因為你那個成本變低 所以你可以做大型的開發 可以獲得非常大的一個獲利 那在當時也是這種金融 的金融全球化的現象的開始 那比如說紐約這些大城市 這種辦公空間的市場的需求 變得非常的高 那開始也帶動了這個資金的揮流 那麼也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一個興起 那譬如說政府的這個法令鬆綁 讓這個開發商更有誘因 那剛才光是講到這個破千 那我們講到說這個晉升化的現象 在當時就是一個 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趨勢 跟一個新的潮流 這是第二點 那另外還有就說很多這些 不管是舊城區 或者是新的市政的這個商業開發 它其實背後都有一套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個商業運作的系統 在支配 就是它去重複去複製 一些成功的一些模式 那麼那因為複製 所以很多事情就看起來好像 跟這種我們過去習慣的這種比較真實的 混亂的這種城市完全不太一樣 那麼然後最後一點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說那個新的科技的出現 那當然當時還沒有這個網際網路 當時 不過當時已經有所謂的這個電視購物 可能現在的聽眾可能會有點陌生 不過現在還是有也是還是有電視購物 那電視購物這個事情基本上就打破這個空間 或者是公司領域之間的這個界線 就不用走出門 那個商業自然會跑到你的這個家裡面來 那甚至到後來這個網際網路的出現更是加速了這種界線的模糊 所以整個加起來就是當時一個社會氛圍 就是我們過去這個已經習慣就比較穩定的 這種城市營造模式有開始鬆動的一個現象 所以其實它有它自己的背景 這樣聽起來好像就是說這個城市要發展 然後面臨到一些新的面貌 然後有些東西已經逐漸到位 例如說可能網際網路還沒有那麼普及 但是特別談到電視購物 應該是跟當時的Cable TV有線電視的發展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它有一個它的時代的背景 而面臨到一些新的發展的可能性 跟轉型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他也讓他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知道剛談到這本書的主要編著者是Michael Sorkin 這個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師 那他也提出了當時的 他認為這樣的一個發展的背景之下 使得美國的城市發展 或者是這種美國的建築空間的形式 有了什麼樣的一種特色特性 而這些特色跟特性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Sorkin在這本書裡面 他其實一剛開始這本書的介紹裡面 他就有談到有三個面向 就是說我覺得非常有代表性的 就是20世紀末北美城市的一個特性 那第一點他談到的是所謂地理感的消失 就是說很多因為透過很多這種空間或者是城市地景的複製 那所以你不管是在東京或在紐約或在其他地方 很多商業空間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城市失去他原本有的一種特性跟地理感 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時候會不知道你在哪裡 或者說你會譬如說一秒到什麼京都 一秒到東京的這種錯覺 那所以這個在當時我覺得就是一個 他們學者所發現的一個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 那麼第二個面向我覺得就是Sorkin提出來 就是說他因為美國長期以來 那他城市對很多人的這種印象 或者說他在文化上的一種偏見 認為說城市是這種邪惡混亂的地方 那這裡面其實也包括很多這種對少數族裔 或者是對這種不同文化的一種歧視 那麼那為了讓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為了讓這個資本可以回流到城市 所以維安就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以很多譬如說治安一些措施 譬如說都市的設計 他會想去控制一些活動的發生 所以維安慢慢被融入在這種都市空間的一個設計 這是第二點 那最後一點他提到就是說 他有個概念叫做這個擰向化的城市 就是去模擬一個情境 那因為空間變成一種消費 一種商品 那怎麼去包裝這個商品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特別是透過這種複製模擬的這種手法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的就是一種被模擬 被擰向化的一個城市 那所以他提出這三點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在這個情境裡面 我覺得這三點其實跟台灣的發展是很像 他也不是只有台灣全球各地都是一樣 譬如說我們之前在讀有關全球話的時候 就發現全世界的機場 他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你今天到底到哪一個機場 你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因為他沒有特色 那他出了機場外頭 他可能還是長得一模一樣 那但是雖然這個一模一樣 其實也代表會對許多人來講 他可能會覺得那是一種所謂的進步的象徵 例如說你剛剛談到裡頭有一些我覺得還蠻值得去討論的地方 例如說很多的城市 他可能變成是一種大型的購物商城 所以你會看到在台灣的這個都市發展 例如說我住在嘉義 然後像Costco到我們嘉義市去射點的時候 哇我們的市場是會跑到這個地方來剪載 你會看到他是多麼的開心 那或者是說追求矽谷化的這種所謂的科技城市 那你會發現科學園區的概念 或者是說 矽谷也代表是某種的 除了是一種科技跟便利之外 他其實也是一種產業化 所以還是要舉一下我們嘉義的意思 因為最近台積電說要來這裡設廠 那所以我們的房價突然間就開始暴漲了 那所以這兩項 像這種所謂的對城市發展的期待 不是也會讓我們的生活更方便更便利嗎 或者是讓我們的城市更有錢嗎 這有什麼不好呢 主持人問這個問題非常好 其實我們 我自己也常常會去這些購物商場 包括我自己也是好事多的會員 所以真的是很方便沒有錯 然後科技 據說手機電腦網際網路等等 我們都對我們的生活來講 是帶來非常非常多的一種電力 那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分兩個城市來看 第一個城市當然就是城市的本身 那當然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城市其實自古以來 就是一個購物交易的一個地方 所以才會有城市的這個出現 所以我覺得購物本身並不是一個不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當然就是它是一個人類 這種文明活動必要的一個活動 那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這種很多這種商業空間 它其實跟過去的這種消費行為其實不太一樣 它強調的是一種完全被控制 系統化被支配的一個空間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人跟人的關係變成是只有消費或者是被消費 它變得非常的單薄非常的單一化 那城市變得沒有這種開放性或者是這種不確定性 那城市居民也喪失他自己創造空間的一種能動力 就是說我們開始變成只是一個消費者而不是一個公民 我們喪失很多我們作為公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城市本身可以的層次可以來看 那我覺得第二個我覺得可能更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 這個民主的機制 就是說這些開發模式 包括新的科技的這些運作 其實背後代表的是一種資本跟權力的集中化 那透過這些開發 這個財團的財力勢力越滾越大 越來越集中 那麼同時很多這種政治人物 甚至是政黨也越來越依附在這些有 財力跟勢力的這些集團裡面 所以或許我們一般的生活裡面會得到一些便利 可是我覺得久而久之 當整個這種政治的這種局勢的轉變 其實我們會慢慢失去 這種民主制衡的一個力量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課題 也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 比如說我們可能是商 應該想說商業模式或是市場 我們其實並不反對 那本來就是人類社會當中 本來就有一些交易 跟這個交易如果越來越同質化 或者是你剛剛談到的是某種被控制跟限制住 例如說我們可能去迪士尼或者是去這些主題樂園的時候 我們從一進門到最後 事實上你會發現整個的流程就好像會安排 我們除了這個參觀導覽之外 我們還是最後安排到 通常在那個所謂的購物中心 通常是在最後面 所以你出門的時候順便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所以你會覺得這是某種的一種設計 那另外一個談到還蠻重要的問題 也是台灣常常會面臨到的就是 為什麼會有很多在開發產生的一些爭議 特別是一些破解 那這個其實也反映出 在這個所謂的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 到底公民在裡面有沒有什麼樣的角色 還是說在這個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 這個政府說了算 財團說了算 所以他就會產生 我只有配合跟不配合的這兩種選擇 當然他的衝突跟爭議就會產生 待會我們會在後面的討論當中 會持續的談說 這種所謂城市發展的趨力 到底國家跟資本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剛剛老師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謂城市發展的象徵 這其實跟剛剛談的是差不多的一個意思 消費本來就是城市發展 希望 便利也是 或者說科技也是 安全當然更是 我們住的地方是不是能夠安全 才是一個很重要的 能不能住的安心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這種所謂的安全的期待 所以會有很多 也會去期待某種的監控的設計 包括家裡面也開始有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 錄影機啊或是監視器啊 在外面其實 街道上面更多 然後也會覺得政府應該要去做 某種的維穩的機制 這個做法我們也在台灣 或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 可是這種做法真的會讓這個社會是更安全的嗎 然後假設這種做法的話 裡面也提到一些蠻有趣的一些概念 會不會有某些人會認為是 被不安全 有某些人會認為是一種不安全的群體 而因此被驅離 也被驅趕 對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非常 嚴肅同時也是蠻有趣的課題 我覺得我們 我想我們可以回到說 為什麼需要 要有這種安全上的一些顧慮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維穩 那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因為有這些 這種社會的對立跟衝突的存在 那而且是在這種新自由主義底下 那這種被剝削的這種現象 越來越嚴重 就是有錢的越有錢 然後沒有錢的越沒有錢 那因為有這些現象存在 所以才會需要有這些安全的這個措施 那當這個制度造成這種平附不均 階級跟種族的對立 那之所以這樣 所以維穩才會 或者安全才會變得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問題的出現其實就是在去 基本上就是在反映說這個 我們現在社會的這種這個對立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那或許台灣可以相對於北美洲 可能還稍微還好一點 可是我覺得像美國這幾年 比如說這種警力的這種軍事化 他其實並沒有解決原來社會裡面的問題 他反而是激化這個族群的對立 比如說四年前 這個George Floyd一個黑人的民眾 被警察壓在地上 那就是沒辦法呼吸失去他的生命 那之後當然這不是一個個案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多類似的情況 都在美國各地出現 那然後民眾為什麼會反彈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警方強力的壓制 造成衝突變得更大 所以我覺得當社會過度去強調安全的時候 其實反而造成一種某種程度上的一些社會的不穩定 這種安全其實存在著某種的假設 這個假設好像是某些階級的 某些種族的某些這個所得收入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這製造這個社會不安全的一些要貌跟原理吧 就是就是有些甚至我們可以更陰謀論的來講 就是說某些這種勢力 政治勢力或者是商業勢力 它其實是透過這種不穩定來去獲利 比如說因為有社會的不穩定 所以你要去比如說要投入更多的這種資源去強大這個警力 或者是或者是去強化這種監視的系統等等 所以說有些勢力它其實是在這些不穩定或對立的這種現象裡面來去獲利 所以說會不會歸根就裡它實際上是一個假議題 根本也不會有這種情況 是是是是是 沒錯沒錯 它是透過這種計劃去達到某種目的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裡頭 剛剛有談到所謂的國家跟資本在裡面的一些角色 整個城市發展一部分會覺得好像是人民的其他 我就是要這些購物的商城 我就是要安全的設施 我就是要這種矽谷科學園區的這種所謂的發展的模式 可是真的只是人民的想望 還是說它背後有一些更重要的一個資本 跟國家力量在裡頭做某種的驅動 甚至是操作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再請教侯老師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館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平行動影紀錄製造庫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人物的專款以及議題的討論 帶大家去了解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不是看熱鬧還能夠看背後的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很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 讓我們做更多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可以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好看的書 師根城市當代都市的斷念 擬坊與公共空間的消失 在線上跟我們一起討論的是 教授侯志仁侯老師 侯老師你好 你好 謝謝侯老師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大概跟我們簡單的來做一些分析 跟介紹 師根城市這本書裡面的一些內容 以及我們也談到對應跟台灣之間的 這種發展的一些樣貌跟關聯性 剛剛其實在前半段的討論當中 侯老師一直在談到背後趨力的問題 也許我們在這一段的開始 可以從背後的趨力開始談 其實在整個的以美國的經驗 甚至在很多國家的經驗裡面 你都會發現層次發展 越來越趨向所謂的同質化 虛假化 甚至這本書的英文標題也是談到主題樂園 就是一種非常類似的一種主題樂園的發展的樣貌 那這個所謂的城市發展的這種所謂的趨同性 就越來越像的背後的趨力是什麼呢 其中包括像國家跟資本在裡面 他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這本書的第一章 就非常直接切入到議題 Margaret Crawford 他在研究大型購物中心背後的運作邏輯 他就指出說很多這種商業模式商業開發 其實會尋求一種穩定性 因為要穩定就是你投資才可以回本 那所以他們會 然後這種賺錢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一直不斷在複製 這個成功的模式 那一直到就是說有新的模式開始替代為止 他其實會重複一些複製一些同樣的一些空間 一些商業模式 那因為複製的關係 所以也會開始有這個同質性的現象出現 因為大家都在重複同樣的東西 所以會同質性會比如說會虛假化 會有這種主題樂園化的這個現象出現 那說肯之所以我也用這個主題樂園的這個概念來 就是說編這本書基本上就是因為主題樂園 它強調的就是一種虛擬的一種環境 可以完全被控制的一種環境 然後你去進到裡面有種這種安全的一個錯覺 所以跟這種我們新的城市模式基本上是有非常多雷同的地方 然後當然就是說商業模式是一回事 我覺得背後其實還有很多我覺得值得探討的一些議題 包括我們剛才有談到就是說這種近代新自由主義的這個思維 就是國家力量的這個退縮 那麼私部門的勢力取代國家的這個主導性 比如說很多城市的發展 這個投資它需要仰賴私部門的投資 國家的這個政府的這個稅收資金的這個越來越少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說因為有需要這些私部門的投資 所以需要更多的開發 那這個所以就是說私部門跟公部門這個私利這個這個消長 我覺得也反映在現代城市的這個開發商 那麼然後當然就是說新科技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說它讓這個資本跟資訊的流動可以更快 可以比如說複製的速度可以更快 那麼然後新進的一些技術 也讓我們可以更容易去做一些比如說影像或者是空間的這種複製 所以通知化會加速 虛假化會加速 那主題樂園化這個趨勢也是都是在這種 這個 在這個系統的運作上會被強化 但是我覺得這背後可能還有一個東西 除了那個資本跟國家 在例如說國家可能會幫去協助資本 例如說做土地徵收 或者是做某種的為事的這個角色 或是某種土地的解編 這個其實政府裡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我想要更了解是說 那我們的想法怎麼會跟財團跟政府是一樣的呢 就是說到底什麼樣是一個好的城市發展 為什麼我們的腦袋裡面 城市發展就應該要長什麼什麼 例如說 要高的樓房 要便利的交通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地方 對所謂的高價化也好 或者是對一些便利的交通也好 是有很大的期待的 當然這個是某種生活上的所需 可是也是一種對這種所謂的城市發展的想像 所以我覺得比較更好奇的是 國家想要做一件事情 資本想要做一件事情 可是好像人民也覺得這是很棒的 是是是 那個光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那其實這本書裡面也有談到 就是說很多時候其實民眾並不是那麼知道 他想要的東西 可是也因為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比較聰明的這些開發商 像這個這種財團等等 那特別是跟這種消費有關的 他會透過廣告 他會去創造一種需求 所以你會認為說你需要這個東西 其實你不見得真的需要 可是他會 就是說他會營造一種一種氛圍一種情境 讓你覺得說這個才是個好的 這個是一個好的一個生活品質 或者說你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身份地位 等等 所以很多這種需求 他其實是被創造出來的 那之所以我們會認為說這個是好的 其實有什麼時候當時我們已經被洗腦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 也是我們的想像 對一個城市發展的認識是什麼 當然我覺得 這也許後面可以再繼續的討論 就是說 也許我們對自己的城市 本身就不是很認同 或者是我們都覺得 神器所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東西好像是很好 所以他就會產生某種的落差 甚至你可以說是某種的相對剝奪感 所以你就想說往那個方向去走 當然有人告訴你說 往那個方向去走是一個好的 是一個叫做進步的 那是一個叫做現代的 那也許我們心就會跟著他 跑到某個方向去 待會也許我們可以再繼續做這部分討論 可是我有一個很好奇的地方 就是這本書 我們剛剛談到在1992年出版 可是為什麼在這麼重要的一本書 這麼很多大師寫的書 一直到2024年在台灣 才有這個所謂的繁體中文版的上市 那而且這個已經間隔了30多年的這個時間 那1990年代1992年的這個 美國的城市的樣貌 發展的樣貌 可以來解釋台灣的這種現象嗎 或者說從現在這個30年後 來看這一本書 不管是從台灣的角度也好 或從美國的角度也好 有沒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是是是 那就是為什麼會直到 今天才出版這可能要問出版社 或者說問台灣的學界 為什麼這本書沒有被 過去沒有被重視 那其實我是大概在四年前吧 202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出版他們 出版非常多這種經典的 這個書籍的翻譯 那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正在評估一些翻譯的計畫 那剛好就這本書就請我來審 然後這本書 說因為那個說肯本身 其實是我以前大學時代的老師 所以我就非常熟悉 對他的著作非常的熟悉 另外就說這本書其實也是我們 平常在課堂上 在美國課堂上就常用的一個讀本 即使到今天 我們都繼續在用 這本書裡面非常多的這個案例跟理論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我當時就 當然就很大力的推薦 那書裡面雖然談到的是美國的案例 那當然有談到就是說 在今天不管是在台北或是東京 那很多這種現象 比如說空間的複製 商業化 那麼私有化 新制度主義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可以回縮到 這個當年美國的這種這種原型 那麼然後我覺得這本書 中文版我覺得在30年後的出版 我覺得最重要的意義 或者是目的就是 其實就是在提醒我們的讀者 就是說近代城市開發背後的一些邏輯 那我們要如何去反思 當然就是我們不用完全 美國的這個模式 可能沒辦法完全套用在其他地方 那可是我覺得從這本書 怎麼去回過去 回過台批判 這個當時美國的這種城市發展的情境 那我們可以用同樣的這個批判的觀點來看 我們自己在台灣的城市 我們怎麼去守衛我們的城市環境 我們怎麼去守衛我們的這個民族體制 我覺得這個是蠻值得參考 那當然就是說這本書 30年後可能有些概念可能是 就是可能會不合時宜 那比如說我們可能更 我們現今更重視這種多元的一些價值 那或者是我們一些名詞的一些用法等等 會跟過去會有點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就基本上 當年的很多這種觀察 或者說它一些比較 是這種批判性的這些分析的一些方法 我覺得都放在今天我覺得都還非常的受用 也就是說這裡面談到的那些趨力或是邏輯 或是想像到現在基本上還是可以解釋 不管是在美國或是台灣 甚至世界各國的這種城市發展 絕大多數的這種樣貌 那我覺得另外還蠻有趣的地方 這本書的英文名字 如果你把它執意叫做 執意的話 你叫做主題樂園變奏曲 新美國城市與公共空間的終結 然後我覺得中文書的書名也很有意思 雖然跟那個 直接上面文字好像有點落差 但是我覺得也蠻有趣 他說這中文書 書中我再把它唸 也叫私根城市當代都市的斷裂 泥坊跟公共空間的消失 唯一能夠說湊在一起 大概就是公共空間這幾個字 但是裡頭我們看到這兩個 雖然在英文的名稱跟中文的名稱 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可是說實在的 英文不要再描述一個現象 可是我覺得中文是在描述的是一種本質 這個本質是私根的城市 所以我也很好奇 這可能不是你命名 但是我很好奇 為什麼要用私根這樣的一個概念來做標題 然後 當然回到私根這個概念 就回到 這個所謂的 跟這本書一個非常重要的獨子 但是他比較相對上 討論的比較少的地方 就是這個一個城市的發展 如何不私根 這個城市的發展 要不私根的話 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根基 什麼樣的基礎上面 就是他講到很多的泥坊 然後這個商業化 商城化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矽谷化 都已經跟原來不一樣了 那怎麼不私根呢 不私根的基礎 又會是什麼呢 是 我先回來 講一下書名 書名其實我們也 討論非常久 因為最剛開始其實就是非常的直白 翻譯成主題樂園的多重咒 那可是我當時在審這本書的時候覺得很 讀者會有點看不懂 或者說以為這本書是在講什麼主題樂園 或者講什麼音樂等等 那所以我就 我建議我當時其實是建議說把 用 書名用這個當城市變成主題樂園 可是我覺得 出版社可能也不太滿意 所以他們只用 想出了這個 詩根城市的這個書名 那我自己是覺得 詩根城市這個名字其實非常的 有掌握到這本書的精髓 就是說 因為這個虛擬 因為這種複製的這個現象 造成城市的一個詩根 那 然後我們 就是這本書出版後 其實也引起非常多的回想 那我覺得這也是因為書名 本身真的有碰觸到一些 就大家的這種對城市的一個 一種現象的一個反思 那至於城市發展 要如何才可以不失根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我覺得 是一種社會的一個能動性 就是說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重新成為 城市營造的一個推動者的時候 就是我們 我們重新扮演一個我們 作為公民的角色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跟 周遭環境建立出一種更緊密的關係 這個時候我覺得城市的 就不會再有這種 詩根的現象 或者是說我們就有足夠的力量去 跟這種詩根的現象來做一種抗衡 所以這個所謂的根 其實我覺得是來自於我們跟環境 或者說我們在社會裡面 人跟人之間 透過環境所產生的一個互動 那很多這種商業的空間 它其實讓這種關係 開始有一種斷裂 那這個斷裂我覺得就是 一種詩根的一個現象的一個呈現 那怎麼樣讓這個讓城市不施根 就是我們要讓這個關係重新再建構起來 然後具體來講比如說 台灣其實最近有很多跟城市相關的一些公民的運動 比如說這個環路漁民 或者說更早之前這個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做這個遊戲場的這個倡議 對對對 那麼所以當然我們透過公民運動 透過這個政治的政策的參與 去改造個城市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城市開始就有根 因為我們開始跟城市的環境 就建立了一個比較密切的關係 這裡有很重要不施根的 我覺得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基礎 就是一種對你自己身處地方的一種認同 或者是某種的光榮感 就是如果這個東西沒有認同 沒有光榮感 你就一直嫌棄你住的地方 然後你就覺得不好 你就想說我要換到一個環境 可是這個會不會是一個更困難的地方 就是我們好像要去覺得自己 例如說我可能住在鄉村 然後你要說我覺得鄉村好棒好美好 鄉村有很好的發展 我覺得對很多人他是很難的想像 對或者是你可能住在一個在城市邊緣 那你也可能想要往這個城市的中間去發展 那你會覺得到城市的中間 這個核心去發展 我才是能夠出人頭地 我覺得那個背後的價值觀 會不會是反而讓這個所謂的 城市發展會持續失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是是是 其實在美國 比如說49世紀的時候 美國當時 也不是在美國 就很多 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國家的城市 在19世紀的時候都其實都非常的混亂 因為這個工業化 因為有移民 因為人口的這個成長 其實當時城市是非常混亂 所以當時很多這種城市改造運動 他其實跟我們近代的城市 我們看近代講這個主題 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他們開始去仿冒 去複製 他們認為比較好的城市的樣貌 所以當時美國就去仿冒歐洲 他們認為觀念上比較 比如說巴黎 那個這個 比較 感覺上比較有次序 比較有美感的這個城市樣貌 其實這種仿冒 其實也不只是在近代才出現 其實在19世紀末期的時候就已經出現 那麼然後放到比如說 這種非西方國家的這個情境裡面 我們長期也是被灌輸 就是說可能西方城市的模式是比較進步 所以我們要去學習去模仿 那也就不知不覺也開始去複製 他們的一些模式來到比如說亞洲 那其實跟當時北美洲去模仿歐洲的這種過程 其實非常非常的類似 所以就是說就剛才 光是講說我覺得那個認同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就我們怎麼去重新發現 我們原本環境裡面 就是說可能比較特殊 或者是比較有情感 比較更符合文化的那個面向 當然就是說我們自己也有不足的地方 這個我們也需要去做一些批判 那可是我們也同時也要去重新去認識 我們自己生長的一個環境 是有哪些面向是值得我們去保護的 這的確如果我們可以回到自己的根 那它不只不會撕根 而是有可能因為基礎不同 這個城市發展它才會展現出不同的樣貌 那才會有一些多元的有趣的生活的形態 每個地方都長得一模一樣 說實在我們去旅遊去觀光 也還不知道去哪裡旅遊 因為它都長得一樣 更何況那個從一種生活當中學習 也會因為趨同性 而受到各式各樣的限制 今天非常謝謝侯志仁老師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這本書真的非常精彩 我再來把這本書的書名念一遍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本書找來看 叫做斯根城市當代都市的斷裂 你一訪與公共空間的消失 非常謝謝侯老師 希望下次會有機會 再來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結束 謝謝 下回再見